什么事 说给我听听 没什么 你不说就是不认我这个哥哥 不是 是我弟弟 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 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是骗他的 就又来找我闹 还找我要钱 说这次再不给 就去我公司闹 还要去你公司闹 这个小兔崽子 得想个办法狠狠地治愈他 娜娜你不用担心 这事我来想办法 对不起小宝哥哥 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 娜娜咱们是什么关系啊 好了别再闷闷不乐的了 开心点修我菜呢 谢谢小宝哥哥 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 这次找你们来啊 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出出办法 看看有什么能一次把娜娜弟弟制服帖的 省得她隔三差五 来找娜娜麻烦 娜娜这个包子性格 确实太可怜了 老是被她弟欺负 这个忙我们得帮 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了 不过得小宝你帮我才行 要一次彻底解决 就要找到她的弱点对症下药 我也有个办法 不过也需要小宝你帮忙 要我出面对付一个人啊 那办法可多了 帮上那当然是可以 不过小宝 你是不是得付出点代价 什 什么代价 知道的 我一想到一个办法 一定会有奇效 但你得陪我 我已经迫不及待去教训她了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想到办法了呀 好吧 我有一对办法 不过小宝 你要帮帮我 好 姐夫 听说你最近又搭上个女明星 带我来见你啊 你着什么急啊 一会儿就到了 思婉 这边 你好 我是关希涵 你好 你好 你真是个女明星啊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姐夫 真有你的了 不用羡慕 给你个接近美女的机会 要不要 真的 还有这种好事 我朋友最近有不惜要开拍了 剧组吹个场务 听说是宫廷系 美女超多 待遇也不错 想不想去试试呀 待遇什么都不是问你 我是冲着给美女当牛做马去的 介绍你去可以 不过有个条件 你以后不准再去欺负你姐 还要对她恭恭敬敬的啊 就这啊 有美女看我才没空烦她呢 不光是你 你得说服你家里人做到 不是一时半会儿 是一直 好说好说 我爸妈都听我的 那个 我什么时候去剧组报道啊 肖宝 把这个承诺书签了 马上给你安排 好了 就这样吧 你先回去等通知 好嘞 四汗再会 好嘞 怎么了 早知道她这么好糊闹 刚才就应该弄个棉尾 打工的合作 让她按手印了 四汗 谢谢你啊 客气什么呀 其实我本来就应该帮娜娜的忙了 别客气 小宝哥哥 哎 小宝哥哥 哎 娜娜 我弟弟来找我了 啊 他没欺负你吧 没有 他还带了一堆水过来 专门来道歉 还说以前是爸妈做得不好 以后不会这样了 啊 那就好啊 算是小宝听话 小宝哥哥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让她变得这么听话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嘛 我也是高朋友们帮忙的 那 我是不是应该要向你朋友 表示一下感谢 不用这么客气 你也都认识 就是你四汗姐 还有小玉姐她们 那我更应该表示感谢了 她们帮了我那么多忙 都没有好好感谢过她们 这次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表示一下会不去 嗯 好吧 既然你坚持 那 我去跟她们说 谢谢小宝哥哥 那 我拉个群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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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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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啊 我终于体会到韦小宝的快乐了 想得美 还想全部都要啊 小心我揍你 那你得有韦小宝的本事才行啊 你还没开始喝就醉了 小宝 来陪我们喝一杯啊 好啊 好 干杯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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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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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们不要过来啊 救命啊 ww 中文字幕——YK